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哈嘍晚上好 哈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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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我在外面吃的 我在外面吃的饭 谢谢您搁这搁这呢 送哪一个秋天的奶茶 毕竟在北京的五年不是白呆的 跟你们说 嗨哈嘍哈嘍哈嘍 但是我没有去做按摩因为找不到人陪我去做 我的头发是不是没有那么的黑了 吃饭了我在外面吃的 我头发是不是没有那么的黑了 因为我洗了很多遍 你看它不会掉欸 就是有点自然黑 但是真的不得不说 黑发很显白 有没有觉得黑头发很显白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黑发 你们喜欢我的黑发吗 你们喜欢 你们喜欢我的黑发吗 那你们觉得黑发好看还是黄头发好看 我又要逼你们做选择 我一直在逼你们做选择 不行你们不能说都好看 就是必须要选一个的话 必须要选一个的话 你们喜欢金发 那好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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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就是不喜欢现在的我是吗 你们你们就是不喜欢现在的我 那我走了 走 我走 那我走 我走 行了吧 诶等一下我的线好像缠着了 哦 my god 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在地铁上的遭遇 我本来 我不是 我不是这几天 谢谢摸鱼的小姐姐送的十个秋天的奶茶 谢谢 我我不是这几天只要有这种 对我我昨天还在开玩笑的说 我昨天还能笑着说说这件事 因为我昨天不是也遇到了这种吗 然后然后我昨天还能笑着说 但是 但是我最近遇到太多次这种了 然后我不是每次都会跟你们说吗 然后我是觉得我以前不会说的 就是我以前遇到我都自己处理 然后 不会发口袋房间跟你们说的 但是 我觉得 我这几天就 每遇到一次我就要跟你们说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有我这种遭遇的 女性有很多 就是我想让 让就是告诉你们 有有我像我一样 就是就是有这种遭遇的女性有很多 就是你看像我每天都能 最近每天都能遇到你 你们就知道有多夸张了 就是这件事情有多夸张 就是真的是很夸张 我不懂为什么要碰别人 就是你说就说吧 你为什么还要碰别人 我真的觉得很很猥琐 谢谢 谢谢谢谢闲线 我可以这么叫你们 闲线送的一个全账 谢谢 就是 而且 而且我之前 我昨天说的是 别碰我 昨天是我跟小爱逛街 然后那个男的 就是遇到一个男的 看见我们路过 他在小爱的那边嘛 然后他就 先是对小爱说 嘿嘿 就是嘿 就是这种 然后我就瞪了他眼 我看了 我摘下口罩 就是瞪了他眼 然后他就绕过来 跑到我旁边 然后又跟我打招呼 关键是他边打招呼 还边碰我的肩膀 知道吗 边打招呼 边碰我的肩膀 然后 然后我说别碰我 然后我就走了 真的 多多大的自信哦 我都不懂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我就走了 对好吓人 然后我今天 坐地铁 我真的要保证 那个地铁 今天那个地铁很空 就是有很多座位 因为我要坐十几站 所以我才选择要坐地铁 因为我要去地方太远了 我一般都选择 我一般都选择坐地铁嘛 因为打车真的很贵 你们想十几站的话 得七八十块钱吧 然后我就坐地铁 而且今天难得 那个县 就是很空 然后我好不容易 觉得哇居然坐到了位置 我很开心 你们知道吗 因为要坐十几站 坐到位置的话 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就坐下来很淡定的 看着视频 因为我戴着耳机嘛 然后看着视频 然后我就察觉到旁边有个男的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警惕了 结果还是没有想到 然后他就拍我 他就拍我 因为我戴着耳机 我第一次没有听到 然后他就一直在拍我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然后我就说别碰我 我就又说了 我说别碰我 然后他就一愣 因为我当时很大声 我真的我当时大声的 就是 就是说 我转过去 我就说别碰我 然后他就一愣 一愣之后 然后 一愣之后 我就赶紧就发口袋房间给你们嘛 因为我怕 生怕我遇到什么 什么万一遇到什么不测 然后我就赶紧发口袋房间 给你们 然后他就一直盯着我 他可能以为我在给朋友发信息 还是什么 然后 然后我就给你们发那个 口袋房间嘛 然后他就说 他以为 他以为我是在给朋友发信息 然后他就说 哎 我看你 为什么我觉得你很紧张啊 然后我就骂了他 关键是我骂了他 地铁上的人很 也不就是感觉很冷漠 他们 就是他们一圈都是女的 就是正好我那一圈都是女的 就很冷漠 然后我就走了 我就只能去站着了 因为我本来有位置的 然后我去站着了 对 我就觉得 因为我当时很生气 没有我戴着口罩 因为我当时很生气 然后我就换位置了 但是我内心真的觉得很生气 是因为我好不容易做到了 位 位置 我好不容易做到位置 就为了这种人 我还要忍着 就是我还要去 忍着 然后站着 然后我还要提前下车 因为我怕他跟踪我 我还要提前下车 然后 然后我还要就是观察周围 有没有在跟着我 然后我还要打车 就我本来不用打车 我好不容易 省钱 为了省钱 为了省钱 我还想着不用打车 没有他没有跟踪我 但是我是为了 就是安全起见嘛 谢谢甜辣酱送的一个秋天奶茶 我是 我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才 我才就是提前好几站下车 然后 然后还那个 打车啊什么的 我是 我是 就是怕他跟着 因为万一呢 这种人是说不准的 就是万一他 跟着你呢 那不是很吓人 那不是很吓人 啊我五珠收音口了吗 谢谢 谢谢木刃送的一个秋天奶茶 就是我只是觉得 我今天很爆发是因为我觉得 忍无可忍了 我已经最近 连续三次了 就是 因为之前我也跟你们说过 之前几次我也跟你们说过 我已经 真的已经好几次了 好几次 都被人就是拍肩膀了 已经很多次了 就是 就是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碰别人 不是 不是同一个人 就是在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人 一次是在我家那边 我也是出门逛街 我去买星巴克 然后出来 就是也是这样子 然后 昨天是跟小爱也是逛街 然后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坐地铁 我自己一个人坐地铁 因为我经常一个人坐地铁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坐地铁 就是 我本来觉得一个人坐地铁 就是 心情还挺好 就是 很享受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惬意的 就听着歌啊 然后坐着地铁啊 那种感觉 对 就是心情 把我心情搞得很差 听什么歌 就各种歌啊 我还挺喜欢坐地铁的 因为便宜 就是 因为我们中心离市区太远了 但是我们中心坐地铁方便 然后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如果我们中心就是打车去市区的话 得很多钱 所以 我会选 我一直就是坐地铁 而且坐地铁很方便啊 不用转啊 然后很方便 然后 然后还那个什么呢 就是很方便了 而且还便宜 只要几块钱 只要几块钱 没有 我是那种有公交卡的人 因为我真的太经常坐地铁了 我有上海公交卡 然后反正就经常坐地铁了 就是有卡 心情啊 我刚刚也是坐地铁回来的 我刚刚在地铁上已经想好了 如果再遇到 就是坐回来地铁 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人 我真的要报警 我已经想好 而且我还警惕着四周 我已经警惕着四周 只要上来一个人 我就盯着他 好难呀 好难呀 因为我觉得很烦 有时候觉得很烦 就是 就是觉得 老有人来骚扰你很烦 就是 因为我最近已经连续好几次了 让我真的觉得有点 就是很 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要崩溃了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想我注定就自己魂来茶每天 我嫁给你 你是我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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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宝贝 你是我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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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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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宝贝 Baby with a friend Baby with a friend 让我重复你 Shut up And let me wear You trying to f**k you, suck 嗯 我最近是脸圆了 因为我最近胖了 最近胖了 胖了好吗 你们喜欢脸圆的呀 你们喜欢脸圆的呀 涂了个防晒 涂了个防晒 涂了个口服 瘦得像竹竿 那也没有吧 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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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真的有在好好涨 好热呀 我说这个外套 我会说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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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徽喜能 啊 我没有骂人啊 我说喜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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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们听得懂吗 不是 小兔崽子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是骂人的 第二句说的 第二句说的是吃饭了没 昂缺别的 就是吃饭了吗 嗯 是有没有 是有没有的意思 这有什么好听的 这有什么好听的 你们那么想让我说 我会啊 会啊 因为我在家都是这么交流的呀 因为我们家说的都是 我是苏州人 我是苏州人 但是 哎呀 怎么跟你们解释呢 但是我那个小县城是 靠近上海 然后说的话是 互语 就是说的话是 它虽然属于苏州市 但是它说的话是 互语 对 所以说的是上海那边的方言 所以我不会说苏州话 对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会说苏州话 因为 其实苏州话更加 嗲一些 苏州哪的 没有 不方便说保密 不方便说保密吧 保密 因为我说的不是苏州话呀 苏州话很假 苏州话真的很假的 苏州话 我不会说苏州话 苏州话 那还是台湾话比较假吧 我一直觉得台湾枪很假 什么什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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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干嘛了啦 什么啦 对啊 真的很假啊 什么啦 你很鸡车耶 我宣你 我宣你 你宣我吗 我就是宣你啊 我就是宣你啊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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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的脑 都在告诉着 我宣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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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这样的 谢谢玉子上送你一个秋天奶茶 就是很撒娇的那种 真的是很撒娇的那种感觉 没有啊 这不是在冒犯 就是 就是在 我的意思是说 真的很撒娇的感觉 是吗 那我从来没有见过很硬气的说话 就是 没有啊 我觉得每一句都像在撒娇 就是真的很 很会 撒娇 真的哦 就是这样子的 好 以前有人说过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在撒娇 但是 我 极力的 在 控制我自己 不要这样子 我不是这样子的 真的 真的 我已经在控制我自己 不要这样子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幼稚 我 我不行 我已经年纪到了 我的年纪已经到了 不准我这样子了 不准我这样子了 我不是这样子了 不 我不是 那是因为我在学你们说话 你们想听什么上海话 好 我可以教你们 我的自我介绍 我的我的 其实我的名字就蛮难用上海话念的 就是念不出来 上海话的rap 有点难啊 有点难啊 嗯 地 地 苏里 就是甜苏里 反正不好听 总之 总之不好听 然后也很难念 我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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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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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曼 啊 咱 大 咱 Vi 很 神 祕 神 用上海話說 甜甜 反正不說甜甜的 弟弟 好像是爹弟 反正不這麼說 不這麼說的 不會這麼說的 不會這麼說的 很奇怪 奶茶是拿作 我爸媽就像爹蘇利 就是甜蘇利 反正不會說什麼寶寶啊這種 寶寶啊 捏捏啊這種 我沒有小米 很正常吧 你們的父母是 也會叫你們 就是本名的吧 還是會叫你們小米嗎 應該也是會叫你們那個 本名的吧 啊 只有生氣時候會叫本名嗎 我們好像是 生氣的時候可能會加重一下那個語氣 就是會叫你本名但是會加重那個語氣 但是平時的話都是叫本名 就是本名的叫啊 沒有小米 我好像從小就沒有小米 只有別人叫我會有小米 就是胖妹妹啊 這是隔壁鄰居叫我的 就是很胖 我把我吃都一年 又再也不會見面 嗯 因為我小時候很胖 因為我小時候很胖 很胖 很胖 我小時候很胖 胖到鄰居叫我胖妹妹 就是很胖 就是很胖 你們見到我小時候照片你們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很胖 不會生氣啊 我覺得很可愛啊 而且小時候不會在意這麼多吧 小時候會在意胖瘦嗎 不會啊 現在是 後來是因為 現在這麼瘦的原因是因為 後來我比較 挑食 我有發過照片啊 就是小時候的照片 我滿月時候的照片啊 我之前不是發過嗎 然後你們都沒有猜出來那個人是誰 你們猜出來所有人的童年照 偏偏我那一張沒有人可以猜得出來 我就覺得你們都是假粉絲 我當時就是覺得你們都是我的假粉絲 就是沒有人能猜出來那個人是誰 氣死我了 可是 長得就很像我啊 你看那個鼻子 那個塌鼻樑 不就是我嗎 我就是塌鼻樑啊 那個鼻子不就是我嗎 那個眼睛這麼小不就是我嗎 還有那個 那個黃頭 那個胎毛有點黃黃黃的那不也就是我嗎 還有那個嘴巴不就是我嗎 還有那個嘴巴不就是我嗎 我真的覺得你們沒有認出來讓我很傷心 我因為這件事情我傷心了很久 我覺得 你們都是假粉絲 我覺得你們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覺得你們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們不了解我 連連我都沒有認出來 來吧 哦對 我還要說一件事 我不是有 我都染黑了 染不了金髮了 我不是要去歡樂谷外霧嗎 然後謝謝海色藍色的一個秋天奶茶 我不是要去歡樂谷外霧嗎 然後你們就不要跑到過山車那邊找我了 我是不會去的 請大家在旋轉木馬那邊找我就行了 因為我可能一整天都在旋轉木馬那裡 大家就別去那種過山車啊 什麼大擺槌啊那裡等我了 大家直接去旋轉木馬那邊等我 因為我真的不會去做的 我只能做旋轉木馬 而且那個拍照好看 你想我如果坐過山車的話你們拍什麼呀 拍我的凌亂的頭髮呢還是拍我的崩圖呢 還是拍什麼呢 總之我是不會在那個什麼過山車那邊的 你們等我的話就在旋轉木馬那邊等我吧 直接去旋轉木馬那邊找我 因為我承認我慫我膽小 有時候人要對自己有一點自我的認識 我的確做不了 我的確很討厭示眾感 沒有辦法這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我記得我很久之前幾年前吧 去過上海歡樂谷 那我還是跟我的同學 就是我學校的同學一起去的 我當時就覺得特別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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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是各種各樣的過山車 然後同學陪我來嘛 也只是陪我做一下旋轉木馬 然後那種什麼旋轉咖啡杯啊這種 我希望大家不要嘲笑我 我希望大家不要嘲笑我 因為我真的 是那種很怕失重感的人 對我就是膽子小 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克服生理上的東西 因為失重感我真的不能接受 失重感 因為有些人他喜歡失重感 因為有些人他喜歡失重感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失重感 密室的話還行吧 如果要在密室跟過山車當中選的話 我選擇密室 你們可以接受失重感嗎 可以 可以 為什麼啊 好羨慕啊 啊為什麼 好羨慕啊 如果說 如果說 如果說讓我要跟自己的粉絲一起坐過山車的話 那我只能接受 就是如果有一個環節是跟粉絲互動 然後是跟粉絲就是陪粉絲一起坐過山車的話 那我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就只能接受 除非是這樣子的活動 不然我是肯定不會去的 除非是這樣子的活動我會去做 做 那你們不能接受那可好了 那可太好了 我是說假如是這樣子的活動的話 還是旋轉木馬 好 還是旋轉木馬 能讓我快樂 而且拍反圖還好看 對 我可能已經住在上面了 只要不讓我去坐過山車 我什麼都行 我真的什麼都行 只要不是過山車 激流湧進啊 可是有些激流湧進它也是那種 開始是那種在漂流的 然後之後就 垂直下來的 就最後是垂直下來的 那種不太行 只要沒有那種垂直下來的 就行 倒貼錢我也不做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你給我錢我都不做 蹦擊也不行 蹦擊好恐怖 我不恐高 但是我怕失重感 就是我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那個很高的地方 它不會上下 不會動的話 我往下望 我是不害怕的 這是不是說明我沒有恐高啊 我沒有恐高症啊 是不是這樣界定的 我怕的應該只是失重感吧 對啊我要是有恐高的話 那我肯定害怕坐飛機啊 我沒有恐高 我就是怕失重感 那我往下看的時候 我沒有任何感覺 就是出去旅遊啊 那種景點啊 不是會有那種 透明的那種 在山上嘛 然後下面踩的是透明玻璃那種 我往下看啊 我都不會有 那種感覺 就它只要不是上下那種 晃來晃去的就行 我討厭的是 往下墜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有時候做夢也會夢到 往下墜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會 人一抽 你會抽一下 就是有時候會會 就是有時候會夢到往下墜 墜的感覺 然後你就會抽一下 做電梯的時候 電梯沒有失重感吧 電梯?直梯嗎? 可是直梯的那種感覺很平穩啊 直梯的那種感覺很平穩 沒有那種刷一下 下去的那種感覺 好像沒有欸 沒有那種感覺 那我好像沒有遇到過 我在吃QQ糖 什麼口味啊?葡萄 我每次都在吃糖 是因為 我還挺喜歡吃糖的 我喜歡吃軟糖 不喜歡吃硬糖 喜歡吃軟糖 對葡萄 好 好的我多吃一點 但最近沒有買蛋糕 蛋糕太容易壞了 他必須當天吃 嗯 唉 謝謝 謝謝 記得 call me 送的是個巧克力 call me 想吃啥吃啥我想吃甜甜圈 想吃你們 想吃你們 算了你們也不好吃 我覺得你們不好吃 哈哈哈 不是啊 那你們健身嗎 你們要是天天有健身的話 那還比較好吃一點 你看你們又不運動 我喜歡緊實的肉 自己說自己好吃 這樣真的好嗎 好 那你們天天健身嗎 天天健身的話 肉就會比較緊緻一點 我喜歡吃筋肉 不喜歡吃肥肉 好 我的肉就很緊實啊 因為我體脂低 我的肉就很緊實 但是可能皮比較多 可能骨頭也比較多 沒有嫌棄你們 我只是在督促你們運動 鍛鍊身體運動 不要天天坐著 要多運動 把肉練緊實了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人家為了豬肉好吃 還天天給豬肉聽 聽 不對 天天給豬聽音樂呢 就是為了讓那個 豬的肉 比較的 在藝術的熏陶下 比較的 好吃一點 就是會天天給豬聽音樂 沒有 我只是舉個例子 沒有 沒有 是你們自己說的 我沒有這麼說 啊 你們自己這樣說自己 真的好嗎 天天看我是沒有辦法 讓自己的肉 變好吃的 天天看我只會 越看越纏 越看越纏 因為我袖色可餐 我又 我又來了 我都不想說這麼老套的話了 天天 哎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沒有穿我的應援服 我昨天還是穿著我的應援服呢 我今天就應該把我的應援服穿出去 誰來搭訕我 我就給亮出我的後背 給他看 我就說煩死了 馬上亮出我的後背給他看 送給他三個字 煩死了 你們知道我的應援服有多受歡迎嗎 就是說歡迎到我昨天 收到微信 就是我舅媽的微信 他問我要淘寶鏈接 他想買 我說預售過了 他說他很喜歡那三個字 就是很符合他的心境 此刻的心境 他說很符合他最近的心境 因為他是打工人嘛 就是可能上班什麼的 比較多的那種業務 可能會讓他煩死了 他就想要我那個應援服 他就說想要那個應援服 可惜我今天沒有穿 我昨天穿的 應援服 我昨天穿的 應援服 我下次再遇到這種人 我就直接把我的應援服 後面的三個字亮出來 你們有沒有穿上自己的應援服呀 你們有收到應援服嗎 還是還沒收到 我就說怎麼沒有反圖 我還想看超話的反圖呢 沒有看到你們的反圖 有點難過 答應我一定要反圖給我好嗎 答應我一定要穿出去 然後光明正大的穿出去 然後再反圖給我好嗎 大家五一可以穿出去玩耶 而且天氣熱了 這個T恤真的很時尚 因為它可以擺 它很擺搭 像我昨天搭的是我的擺褶裙 就是你下半身可以穿擺褶裙 或者是 或者是運動褲 或者是牛仔褲 配牛仔褲也很好看 然後運動褲也很好看 或者是西褲也很好看 它又很百搭 而且又很時尚 後面的字很時尚 或者是短褲也很好看 然後把衣服塞進去 謝謝這一串數字送的一個秋天的奶茶 男犯可以穿小裙子呀 可以穿 謝謝小內子送的一個秋天的奶茶 答應我一定要給我反圖 我想看你們穿上是什麼樣的 穿過來看公演那最好不過了 那可太好了 這樣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粉絲 我會很開心 我會馬上盯著你看全場公演 就盯著你直拍 就是這是你的直拍 我的眼睛就是我的攝像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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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好意思的 我只是說說而已 沒有不會這麼做的 不會這麼做的 我會不好意思好嗎 那也太尷尬了吧 我不會這麼做的 我也就看一眼吧 謝謝 2021送的一個秋天的奶茶 對你們可以穿著來劇場 穿著來劇場 然後這裡寫著也 這裡一個也字 對我就怕我看不清 我要是沒有發現的話 就說明我視力不好 請大家原諒我 就是要是我沒有盯著你看的話 就只能怪我視力不好 沒有看清楚 因為我真的有時候很模糊 我看不清 是我的問題 都好 公演雞腿也可以投 房間雞腿也可以投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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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位 我聽起來 這位 我用來 你 可以 說 我把你换掉 你找到爸爸 我当你都只说烦恼 我的烦恼 配分都想玩笑 我把你坠掉 说我也没有难求 请你别说 我认识不识到 我没有结果 我把你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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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又到月底了 我还没有去拔这一颗芝池 为什么突然说我好看 我还没有去拔我另外一颗芝池 但我预约了五月中旬吧 你们看到了呀 我以为你们都不关注绿洲 我以为没有人看绿洲的 昨天发到烦 就是我这边拔了嘛 然后这边还没有拔 我实在是很害怕吧 你不难伤害我 你不难伤害我 谢谢你 我要去核实一下 到底是不是第一 很严谨 谢谢你 但是我还是要去核实一下啦 因为我们口袋房间是看得到排名的 就是每周的MVP排名呢 我要去看一眼 谢谢 谢谢大白沙送的99个应援棒 谢谢2021送的一个秋天奶茶 好的 我我会多直播的 在那之前 我最近没有什么事情要哭 最近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道我想哭 我最近 我最近还好 就是如果我要去拔智齿的话 我可能会想哭 因为拔智齿真的很难受 很痛 我一想 我只要 我只要想起来 我要拔智齿 我就觉得 明影作痛 哦对 大家要补一下 记得要补一下 关注一下我的应援会 补一下 周边的什么邮费 我的周边的邮费 请 请配合我应援会工作 大家要乖乖乖乖付油费 不然就收不到 收不到 那个什么 就收不到 我的应援服 大家想快點說到的話要補喔 要記得補 你們在說我在念經嗎 你們在說我啰嗦是嗎 好好好 那我不念了 你們是在說我像唐僧一樣念經 那我那就說明我很白呀唐僧很白 而且唐僧肉嫩 也就說明我也嫩 也就說明我也嫩 我可以依賴愛上你的藥 前方只給你的靠 我像個泡泡公司當我指上你的刀 不管你在哪裡我都只想跟你邂逅 等你飛到巴黎放心我會在你左右 在這個熱熱的夏季 我好想去你的心裡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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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你 每個時間都要收收 我愛你 那不好意思 我有世俗的欲望 這一點我跟唐僧不一樣 我有世俗的欲望 就是想多吃一點 我世俗的願望就是想多吃一點 對吃的有欲望 我已經我已經不說這個了 我已經不要求這些了 我已經沒有這些要求了 我知道 反正你們也滿足不了我 反正你們也滿足不了我 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 選擇了放棄跟妥協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 決定放過你們 對你們多一點寬容 就是對世界的美好 沒關係 最後失落的是我自己 但是沒關係 你們不用在意我的心情 雖然我是有一點點難過 甚至想哭 甚至想不開 甚至想哭 但是沒關係 只要你們快樂就好 我覺得你們的快樂比較重要一點 我 我的話 沒有關係 我怎麼樣都沒有關係的 沒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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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就是有一點點失落而已 就是你們知道嗎 就是有期待的話就會有失落 但是你們開心就好 你們覺得開心就好 你們覺得開心就好 不用管我 不用在意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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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睡前醒後 都想看到你的臉 醒了還在做著摩托 Live me in the dream 才不行 來往自己掌控 穿上內褲 帶你起床刷牙洗臉 做我喜愛的早點 馬上就能和你見面 一份Pancake 和Sandy在那間站 玩家一份MoneyCash 是完美的早餐 像我魚的湖泊 走在三條Money跟Money 流浪卡手 還有零食自己在站在那 手摸平素 鮮花耳機 鋒著Piece 想用一點時間 先手請歌送給你 不是十人 卻一直重表達對你的愛 我不到八點半吧 我就關了 想到說幾點心的愛 就在此時此刻 把你心情每天都記 愛你太遠 不是因為一人是以為可以坐在人的 我現在播了多久 我幾點開著直播 我最近有經常直播嗎 沒有吧 還好吧 我覺得很少 7.05 我才開了一個小時 我怎麼覺得自己開了很久 我之前經常直 我之前有段時間一直是直的 真的 我之前一直直 給我披上雨衣 可就是這一顆 她出現在銀行拐角 不像被看到 又不知道怎麼辦 才好穿這黑色的外套 全躲在下小的腳步 臉上的長痕 好像剛可跟人超過 酷酷的拔的手指上的戒指寫死地理 染黑了 因為我覺得黑頭髮挺好看的 比較少女吧 黑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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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去年這個時候也是這個長度 好神奇哦 感觉是一个轮回 我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这个长度 都是在锁鼓的这个长度 去年也是这样 我觉得流长真的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因为每次流到这 不知道 我就觉得每次流到这是很尴尬的 就是尴尬期 然后很难受就是在脖子这一块 然后夏天又很热 然后卡在脖子这一块很难受 然后我就会忍不住要剪掉它 没有就是卡在这很难受 然后又做不了什么发型 这个这里很尴尬这个长度 然后反正就会剪 忍一忍吗 我希望我能忍住吧 忍一忍 我要是去年没有剪的话 我应该今年在这 我自己个人的话我喜欢长发 但是他们说我可能适合的是短发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短发比较好看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话喜欢长发 我喜欢长发的美眉 我喜欢长发的美眉 因为我觉得长发很好看 我是个直男 谢谢 我觉得有点甜酥的一个秋天奶茶 我喜欢看别人长发 这是什么癖好啊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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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的小船 吃香月包寻找爱情的包藏 我还想和你吃这一帮的晚餐 看你把所有好吃的都骚当 我还想和你一起去迪士尼 关掉了手机 Fuck that business 我还想和你在婚礼的殿堂 我带起鬼地看着你的面堂 做女朋友吧 我会一直对你好 做女朋友吧 现在开始这一秒 做女朋友吧 我绝对不跟你吵 做女朋友吧 快点答应好不好 看来看时间 好像也不早了 你要再不够回家那就不好了 家里面白买了巧克力和糖果 我想听你说今天又想我 希望尽管你能做个好梦 能理由我和你的孩子的抛扣 月亮提我说了 我今天很爱你 请你一定一定要保重 希望尽管你能做个好梦 能理由我和你的孩子的抛扣 月亮提我说了 我希望我头发能再长一点 我也在听这个rap 这个rap为什么适合我 他全程都是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你们觉得这个词适合我吗 我看一下他的词 我看一下他的词 这里我这个歌单里面好像都是rap 都是一些很好听的rap 我只是短发腻了吧 我就觉得自己这些年一直在短发 也有腻的时候 人也有腻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长发 的确短发短腻了 就是我觉得总不能一直都短发吧 就有时候想留长了 我这些年轻的时间都不长 我知道我为什么留不长的原因了 我每次选择留长的季节都没有选 对 每次都选择在快要夏天的时候留长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热 然后你就会留不长 你就会忍不住去捡它 反正就是忍着吧 就是忍着不要去捡它 没有 我现在试一下 我现在尝试一下 我看自己能不能忍 应该吧 因为真的很难受在这里 在这里很难受 因为真的很难受在这里 在这里很难受 扎起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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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不是去看电影了吗 然后《指环王》吗 我觉得我看了个寂寞 那个电影好长三个小时 然后呢 我在那之前 就是没有 没有出来之前 没有出门之前 我就已经喝了一杯奶茶 然后出来之后逛街嘛 我就喝点了一杯 洗茶 然后也喝完了 然后我就去看电影 然后那个电影实在是太长了 三个小时 我就中途去了三趟厕所 因为水喝太多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去厕所 导致 我看得很心不在焉 对《指环王》很长 然后我就看得很心不在焉 我都不太记得 我看的是什么了 我有点不太懂 《指环王》 那个戒指 它的 所以为什么要叫《指环王》呢 我觉得它的作用没有什么呀 我以为《指环王》是它用它的那个戒指能发挥什么厉害的地方 结果全程跟那个戒指还有那个王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有点不太懂 所以我好像没有看懂 我都不知道看的是个什么 我到现在都没有想起来剧情是什么 然后我只记得我去了很多次厕所 现在上的是哪步 好像是霍比特人吧 我只知道里面有霍比特人 还有那个大树 谢谢2021送的一个秋天奶茶 还有那个大树 我没有看懂 可是跟《指环王》有什么关系啊 它是不是就跑题了呀 我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在想的是 不是叫《指环王》吗 为什么 跟《指环》没有任何关系 跟《王》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跟那个戒指没有什么关系 跟那个《王》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为什么要叫《指环王》呢 我觉得跟厕所挺有关系的 因为我跑了三趟厕所 我没有看过《指环王》 它跟复联3一样长 三个小时 我喜欢大黄蜂哎 我最喜欢的是大黄蜂 因为它又可爱又帅又是汽车 我喜欢汽车 就是是我的理想型 因为它又是汽车 然后又可爱又帅 所以大黄蜂是我的理想型 我不喜欢金刚 因为它不可爱 大黄蜂真的很可爱 大黄蜂真的很可爱 你们去看大黄蜂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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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斯拉还行吧 我觉得你们 我觉得你们的可爱跟我的 我喜欢的可爱不是一种可爱 我喜欢的可爱是那种可爱 就是有童趣的那种可爱 银河护卫队里面我好像喜欢的是那个 哎我忘记了 银河护卫队里面有什么呀 幻熊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看了都不记得了 不太记得 其实 其实那个雪宝也可爱 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 雪宝 很可爱 如果 如果它的鼻子 如果它的鼻子不是胡萝卜的话 更可爱 我会更喜欢它一点 可惜 它的鼻子是胡萝卜 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对 因为我很讨厌胡萝卜 很讨厌吃胡萝卜 所以我可能看见胡萝卜 我就想拔掉扔了 我想把它胡萝卜拔掉扔了 所以雪宝在我这可能有点危险 因为胡萝卜 就是我想把它胡萝卜拆了 诶我给你们看 我拼的雪宝 诶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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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它会转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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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转回来 登登 这是那个乐高 这是之前粉丝送的 粉丝送的乐高的雪宝 我给它拼的 我给它拼的 我很喜欢乐高 然后我就给它拼出来了 正很早之前拼的 等一下 登登登登 好可爱 然后它那个 它还会转 我的梦想就是 有一个乐高的橱窗 我的我的梦想都好男孩子 然后橱窗里放车模型 车模型还有乐高 各种乐高模型 你 我是个男孩子 我是个男孩子 是吗 我以为我这个爱好是男生的爱好 没有哪个女孩子 人家女孩子什么橱窗里面都是放什么 巴比娃娃 这种的吧 应该没有人会放什么车模型 乐高玩具 我不会放手办 我对手办不感兴趣 我不太了解手办 还有什么盲盒我也不了解 那个什么咖啰 什么泡泡马特 我也不了解 嗯 乐高的车是最难拼的 我觉得 乐高最好拼的是建筑物 车是最难拼的我觉得 而且它有那个发动机 我觉得比较好拼的就是建筑物了 而且拼乐高很打发时间 真的拼乐高真的很打发时间 而且你会觉得很快乐 主要是你会觉得很快乐 然后你你又会觉得很打发时间 真的疫情期间真的很适合拼乐高 我喜欢建筑物 因为车的话以前喜欢车 但是我发现车的话真的拼起来很难拼 我真的觉得车太难拼了 我可能 而且很耗时 我拼到后来都崩溃了 因为你拼错一步之后 你要重新拆了 那个车它有时候会散架 然后你拼错一步 你重新拆了之后 我就还原不回去了 然后我就很崩溃 所以还是建筑物又好看 又比较好拼 都是那种大件 车的话它很多小零件 那种零件越小的越难拼 比较精细 嗯 哈里波特街景是挺好看的 鸡木的话 没有拼过 没有拼过鸡木 对 迪士尼城堡也好看 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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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眼睛瞎 拼图会拼得我眼睛瞎掉 拼图真的太 比乐高难 比乐高难吧 我觉得乐高还好一点 拼图好难 拼图是真的太碎了 我觉得还是乐高好一点吧 嗯 嗯 我喜欢立体的 我对我终于知道拼图为什么我不感兴趣了 是因为它平 太平面了 它是平面的 就不能摆放在那边看 然后乐高是可以 你拼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而且你放在那边很好看 其实乐高也很占地方 而且 其实有条件的话是要 装个那个 盒子给它 亚克力盒给它装起来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没有条件 就是 乐高它很容易击灰 就是 它主要太容易击灰了 你放在那里 就是单放在那里的话 你 过不了几天 它就脏了 而且你 很占地方 爱手爱脚的 就是你一碰 它倒了的话 就很难拼回去 你要复原有点难 就是容易碰散它 我觉得我家里放的那些乐高 我都没有装盒子里嘛 然后它 放在那里 摆一个 然后它就很脏 这是都会积灰 然后你也不好擦 其实有条件的话应该 有一个专门放乐高的房间 然后里面都是那种盒子 橱窗 就是那种橱窗展示的那种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没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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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KU 阿欧阿欧桑的一个秋天的奶茶 就很羡慕 人家能这样 其实是很好看的 是我的梦想 哦我到点了呀 我明明超过了 你们怎么不提醒我 我还超过了 我超过了三分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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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